每個人面對這種事都不會沒有辦法接受吧 在你29 30歲的時候 跟你說你之後的人生是需要犧牲的 很難接受吧 生病開始是七年前 開始就是不知道自己生病了啦 就是常常會拉肚子啊 動不動就會覺得比較累 但也沒有想太多了 就覺得可能就是壓力大還是什麼 後來就是有一天就昏倒 然後就送到雙和急診 急診那邊就是會做一些檢驗 檢驗出來就是腎功能喪失 那時候診斷是必須洗身 就一直輸血 輸血然後洗身輸血洗身 那就是一個生死的決定啦 就是醫院還是會需要幫你治療 然後家人也簽了同一書 你就是只能就是繼續接受治療 然後等待機會吧 那時候會覺得說就乾脆洗一輩子就算了嗎 原本是這樣所以我沒有去排 後來排登錄那個移植想很久欸 但那時候狀況不穩 就是我的血壓太高 會覺得手術那個風險是不是有點太大 可是後來因為就是大家一直講一直講啦 去查了那個手術風險跟手術資料之後 覺得試試看啦 因為存活率來說其實五年 透析五年跟移植五年其實差很多 登記的時候我就跟自己講說 不是想好我才去登記 如果就是接到通知的時候 我就絕對不會放棄 那天我剛好透析回來 接到電話就跟我說 有一個大愛的聲張 然後符合你 那你要不要 然後我就要了 現在不知道是誰捐給你一個嗎 不知道 那一個晚上全家都沒有人敢睡覺 也很興奮也很期待 可是也很擔心 進去開到訪的時候 那個親民都牽不下去 因為手術有風險 後來等很久 手術好了 醫生說成功了 就是你的身體剛接受一個 外來的伸張 那它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 換了前兩年有點不開心 因為一直住院 你沒有辦法 用任何方式去控制那個指數 讓它降低啊 也不是說我照顧得好 它就會降低 就覺得 是不是 躲開了一刀啊 不過我還是很 很認真的照顧自己 那時候還比較脆弱了啦 動不動就會感冒啊 拉肚子 那時候手很抖 現在還是有一點 就是它 會抖 就是抖到我自己 沒有辦法控制 然後拿那個湯匙 會灑出來那種 後來就是換成比較多種的藥 然後劑量比較低 然後副作用就比較稀釋 大概第二年吧 就有覺得身體在恢復了 那時候我已經可以做一些 室內的一些運動 就是會比較有力氣 有一個念頭想要去找工作 雖然就是沒有很損 因為拿著殘障手冊不太好 對找工作有一點困擾 那大家不太理解說 椅子到底是什麼情況 剛好遇到搖滾牛這邊要頂讓 那就跟家人討論 討論完就是覺得 好那我們就來做吧 因為我沒有做什麼 就獲得一個 腎臟椅子的機會 那也不知道是誰 捐給我 所以我也沒有人可以回饋 之後就想說可以做些什麼 讓大家知道器官捐贈 那就是在店裡開始推廣器宣 那跟中心那邊有聯繫 店裡簽器官捐贈的同一書 我們就會招待一球冰淇淋 跟大家分享這個緣分 希望大家可以更支持器官捐贈 這個概念 有一些客人會嚇到 欸 怎麼可能你換拿鈴好好的什麼 因為我算比較看不出來的 當我們在聊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那種感動就是 你也不知道怎樣 就是有一個情緒 然後就會 就會 眼眶絲絲的這樣 就可能他講到一句話或一個情況 然後 你就會有這種感受 不說 因為你也太感到 對 那時候 也會 有種感受 所以可能會有這種感受 都很感受 會有這種感受 會遇到 但我沒有準備我要講什麼 他們一方面也怕給我們壓力 好像他想要去找他家人的器官在誰的身上 然後我說沒關係 就算你真的是想要知道那也沒關係 因為我自己也想要知道就是 為什麼那時候會做這個決定 因為那個真的非常辛苦 有一些是最後一個 散念就是想要把他留下來 把他器官留下來在別人身上 就好像他就是繼續還在一樣 後來就參加一些志工活動 就是我們會去醫院推廣氣圈 然後受志工訓練 然後會有一些案例分享 很多捐贈家屬也是志工 很驚訝啦 當你失去親人 然後你把親人捐獻給社會 捐獻給其他人的時候 你還要去跟其他人說 我做了這一件事 希望你也支持 那其實也蠻難 遇到很多啊 因為就是他們還會買冰什麼的 然後我說就拍誰 就是你是堅正家屬 然後我是受證的 然後你跟我買東西 就是有點難 對我來說有點難 自己的心理上 我會覺得說啊我就招待就好 可是你知道就是他們不會讓你找到 他們就是希望你可以繼續走這條路 未來喔希望就是維持健康 家人可以輕鬆一點 大家可以比較接受器官捐贈的概念 不一定要捐 可是當你知道有身邊的人 面臨這個抉擇的時候 可以給他一些支持 好久不見 沒有 有些人 可以 好的 我會去做 我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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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做的